这是你喜欢的田园生活吗? 每天清晨迎着朝阳穿过绿莺莺的田野 一个年轻而美丽的女子背着竹篓 在清脆的嫩叶间轻盈地行走着 她敏捷地采摘着翠绿油亮的嫩叶 将生机勃勃地大自然种满了她的竹篓 小兰背起竹篓来到了杨舍旁边 她将篓子里摘下来的新鲜嫩叶拿出来 细心地喂养着山羊们 在喂食完农场里的动物以后 勤劳的小兰为了给自己的田园生活增添更多的乐趣 于是她开始动手 准备用竹子来搭建一个浴室 首先小兰在洗漱池旁边确定好浴室的范围 然后用专业工具挖好了树立竹子的坑洞 等坑洞挖好 再将浴室的支撑埋入坑中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四角支撑的方形结构 然后在这个结构的内部 放置平铺上整齐的柱子 以此来作为浴室的地板 接下来就可以制作浴室的围墙了 而制作墙壁的步骤和小美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 我就不在这里继续复述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一下往期的视频 将浴室的墙壁制作好 并重新连接上水管 这样一个由竹子搭建的浴室 就算是完成了 在洗漱完以后 小兰终于准备对自己的卧室下手了 只见她先将竹屋内的被褥收起 然后将一块块木板搬到卧室内 开始俯下身子制作起了木床 而木床的制作还是比较简单的 只需要将测量好尺寸的木板 使用钢钉一一装定到一起就可以了 将床铺好 小兰来到户外 准备再重新给自己打造一套桌椅 只见她握紧工具 对着木头进行细致雕刻和加工 她每一次垂击都充满了力量和灵感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 一套美丽的桌椅逐渐呈现在小兰的眼前 每一个细节都在小兰的精雕细刻下 透露出一种独特的自然之美 当一切完成之后 小兰的脸上洋溢着无尽的满足和喜悦 坐在新制作的椅子上 望着窗外的景色 静静地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一个美丽的清晨 阳光洒在房屋前的小院里 温满明媚 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里 勤劳的小兰拿起工具 来到屋前 开启了她的挖掘任务 原来小兰准备在这里给农场修建一个鱼塘 只见她双手握紧搞头 微微弯下身子 开始奋力地挖掘起来 她的身姿奇长而优美 下腰伸手的动作显得行云流水 呈现出一种美妙的节奏感 渐渐地 鱼塘的大体范围就被小兰勾勒了出来 鱼塘的范围确定好以后 就可以向下进行挖掘了 她先是用铁锹轻松地清理地表的草根和杂草 随后换上铁仙伸手往下挖掘 她跟着土壤的纹路 调整着力度和角度 用铁仙将井式的土壤图锁松动 每会一次仙 都让人感到地面在晃动 但小兰却可以准确地掌握每一次挖掘的力度 让挖掘变得轻松自如 随着挖掘的深入 一个一米多深的土坑逐渐显露出来 第二天 小兰将沙子和水泥按比例运到土坑内 然后拿起铁锹将其搅拌均匀 在整个搅拌的过程中 小兰的动作整齐流畅 每次挥动铁锹都非常有力 经过小兰耐心搅拌 水泥最终变成了一堆完美的混合物 呈现出一种润泽感 将水泥搅拌好以后 就可以开始对鱼塘的内壁进行硬化了 她用力将水泥均匀地按压到鱼塘的内壁上 然后将其表面涂抹平整 随着工作的不断进行 鱼塘内壁变得越来越光滑 仿佛一面镜子般 每个角落都被小兰仔细地涂抹过 使整个鱼塘内壁呈现出完美的平滑表面 经过几天的干燥 终于可以对鱼塘进行注水了 她使用竹子巧妙的浆水 引到鱼塘内 而这时老天似乎也在暗中相助 开始下起了大雨 帮她将鱼塘填满 在鱼塘灌水期间 小兰并没有休息 而是冒雨将够的鱼飞回来 将鱼倒入盆中 然后将其一条条地放入水中 而这个鱼塘也将在这些鱼儿的入住后 变得生气勃勃起来 耕种是人类文明的源头 是人们追求丰收和美好生活的起点 人们通过翻耕 施肥 种植 浇灌 除草等方式 无不体现着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 在炎热的夏日里 小兰踏着轻盈的步伐来到了水田 她手扶着梨头 向前走去 梨头划过泥土 溅起了漫天飞沫 仿佛一朵朵洁白的花瓣 在阳光下舞动 为这片美丽的土地增光天才 在阳光下 她的汗水湿透了衣精 却并没有让她的心情变得沉闷 她的思绪飞跃 想象着未来那一株株 垂掉着丰硕果实的水道 幸福和成就感涌上心头 将盗田里好以后 她发现了水田内游动缓慢的小鱼 没有二华 小兰便毫不犹豫地伸手去抓 她的手敏捷而轻盈 小心翼翼地收起小鱼 很快就装了满满一本 小兰将鱼带回农场 小心翼翼地将其倒入鱼塘 做完这些以后 小兰拿起竹竿 再次来到稻田 将已经离好的水田整理平衡 第二天 凉爽的微风轻轻拂过 让人心旷神怡 在这个安宁祥和的早晨 在这片绿色的土地上 小兰正在插秧 她手中握着一捆嫩绿的稻秧 刚从稻田里收割而来 插秧并不是意识 但她却能从容不迫地 完成每一个步骤 她的动作轻盈而熟练 看起来毫不费力 仿佛是本能般的自然行为 她倾注了全部的注意力 仔细地照看每一根稻苗 以确保它们在最好的条件下生长 随着插秧的进行 整个田地布满了翠绿色的稻苗 仿佛在向她展示出自然恩赐的丰硕成果 这场景是如此的美好和如此的令人欣喜 相信要不了多久 小兰就可以真正实现自己自足 过上人人羡慕的田园生活 这是你喜欢的田园生活吗 在这里不仅能够让人们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压力 享受大自然的美好和宁静 同时还能够从农事劳作中获得快乐和成就感 随着时间的流逝 最初建造的厨房已经无法满足田园农场的需求 所以小兰决定将这个小厨房拆掉 并重新设计和建造一个更大更实用的厨房 以满足田园农场任意增长的需求 由于最开始搭建时 这个厨房是由不同的竹制结构拼接而成 相对于传统的砖混结构 拆除起来的确更加容易 而且拆下来的材料也很容易处理和回收 很快 这个由竹子搭建的厨房就被小兰拆除掉了 厨房拆除以后 小兰拿起锄头就开始扩建起了地基 随着锄头一次次的落下 很快一个比之前大一倍的空地就被小兰清理了出来 同时为了提高新厨房的地基承重能力 小兰采用了围田图的方法 用坚硬的石块将地基的边缘围了起来 这样的搭建方式 不仅可以隔水和防止土壤侵蚀 还可以防止水分渗漏 从而降低地基受潮和软化的风险 将地基整理平整并挖好排水区以后 小兰来到野外 细心地挑选起了石板 他仔细查看它们的形状和大小 在遇到比较厚的石板时 小兰毫不畏惧 拿起铁仙开始了分割 他努力地挥动着铁仙 将这些石板切成了他所需要的厚物 接下来 小兰开始一一搬运起这些石板 他将石板扛在肩上 然后将石板小心翼翼地放置在厨房的地基上 肯快这些形状不规则的石板 就被小兰全部搬运了过了 将这些石板搬运完 就可以铺设厨房的地面的 他仔细地观察了每一块石板 试图找到它们最合适的位置和角度 在得出决策后 小兰用力地抬起每一块石板 沉稳地将它们放置到 已经准备好的空间中 随着石板逐渐被扑到地面上 厨房的地面也变得越来越平整 小兰根据石板的大小和形状 给它们安排了恰当的位置 精细地组合成了一个完美地整体 这就像是一场美妙的拼图游戏 只有当每一块石板都被放置到位时 才能呈现出真正的价值和美感 然而 小兰的工作并没有结束 他深知地面的稳定性非常重要 因此 他开始用泥土填补到石板间空隙中 他耐心地倾听 每一块石板发出的微妙声音 调整泥土的使用量 将这些石板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使它们成为一个美妙而稳定的整体 上集我们讲到小兰 为了满足农场内日益扩张的需求 将原有的小厨房拆除 准备重新扩建一下 经过两天的努力 厨房的地基已经被小兰建造完成 今天终于可以在地基的基础上 着手建造厨房的主体结构了 夏日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向山野 清风拂过麦浪 吐出威力的星象 在这美好的天气里 小兰戴着草帽 手握柴刀 悠闲地穿过田野 来到一片茂密的竹林前 竹林静静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树叶轻轻摇曳 似乎在迎接着小兰的到来 小兰缓步走进竹林 她细心地寻找着每一根健康 成长良好的竹子 用柴刀轻轻一挥 将它们割下 在这个绿色的天地里 小兰的动作虽然快速 而又有规律 却不是一丝一毫的轻松和优雅 就像是这片竹林中 最为和谐自然的一份子 恰到好处地融入其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兰已经收集了许多优质的竹子 她将这些竹子全部收拾好 然后将它们扛在肩上 迈着轻盈的步伐 向着农场走去 经过十几次的往返 这些竹子就被小兰搬运回来 竹子搬运完 就可以开始处理这些竹子了 只见小兰手握柴刀 先将竹子削成相同长度的竹竿 然后又细心地处理起竹竿表面的凸起 让其看起来更加的平滑和美观 虽然动作简单 但却需要耐心和技巧 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每一根竹竿的质量和形状都完美无缺 小兰先在地基的两侧各固定三根竹竿 根据要求的尺寸和长度 将竹竿从底部插入地基 再用土壤固定好 这几根竹竿被摆放得非常整齐 每个竹竿都是平直而稳固的 让人不由地对小兰的精细把控和细致考虑赞叹不已 然后 小兰又将竹竿横向摆放到两端 用竹条捆绑牢固 以此来确定框架的尺寸和高度 这时 整个厨房框架的大致轮廓已经显露出来 最后 小兰将一段打孔的竹子穿到提前固定的竹条上 然后采用相同的捆绑方式 将其他的竹子也一次穿进去 这样一个由竹子搭建的框架 就算是制作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制作厨房的屋顶了 小兰将棕驴叶依次固定到屋顶上 每一片叶子都被认真地绑在了竹子框架的上面 牢牢地卡在中间 以防止它们在风雨中被吹落 她亲手亲脚 不断地调整和确认叶子的位置 确保它们的方向和倾斜度都刚刚好 在她的手中 这些棕驴叶化为美丽与实用的完美结合 让观者不禁陶醉 完成了固定 小兰用柴刀将多余的部分切除 使棕驴叶的长度符合需求 她的柴刀在叶子间穿梭 每一次切割都落在了恰当的位置 没有多余的部分浪费 经过她的精心处理 这些棕驴叶被打造成一片 能够承载一整个厨房屋顶的绝佳材料 屋顶上的棕驴叶被排列得如此完美 它们巧妙地相互交错 眼映 使得太阳炽热的阳光都无法穿透 远远望去 这个厨房的屋顶变得如此迷人和舒适 而视频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 我们下期再见